福建省经贸文化交流团结束六天访台行程 寻小三通航线反比福建 中远之星客货滚装轮首次直航高雄港 下台之间的第三条客滚船直航航线开通 台立法机构审议法案教育部门主管吴清基迟到 绿年明代不满派桌怒骂场面火爆 贬家所设二次金改弊案进入庭审阶段 陈水扁 吴书珍 江吕陈志忠夫妇当庭对峙 台军营区传出疑似假型H&E流感群聚感染 还卫生部门主管杨志良信心喊话 强调疫情没有扩大迹象 有非常大规模的我想可能性不大 但是这种每个段时间有些群聚是应该可以预期的了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闽中吉祥林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 请感谢 我是韩哲 在晚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由黄小金省长率领的福建省经贸文化交流团 今天结束了在台湾六天的访问行程 下午经小金门寻小三通返回福建 而在昨天晚间从北京回到台北 还不到24小时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又从台北赶到了台南 亲自宴请黄小金一行 连战说 老友相会在台湾这是缘分 希望大家要常来常往 连战对黄小金率领福建交流团来台访问表示欢迎 对福建省在他回乡考察技术时 提供的妥协安排表示感谢 对能够在美丽的南台湾与老朋友再次相会表示高兴 他高度同价福建省经贸文化交流团 在台访问非常成功 非常务实 取得一系列实际成效 值得庆贺 他说 宁台两地密不可分的历史文化亲缘联系 是其他任何地区所不能替代的 当前 大陆正积极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进一步加强福建与台湾在各个领域的先行先事合作 这一做法 前瞻务实有效 是个了不起的做法 两岸之间很多事情只要敢于去思考 谋定后积极驱动 就一定能够推动两岸关系更上一层楼 黄晓晶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孙春兰 对连战主席专程从北京赶回台湾南部款待福建交流团表示感谢 对连战主席身后的祖地情节深表感动 他说 2005年连主席亲率中国国民党代表团首开和平之旅 今年4月29号 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会见连主席等台湾嘉宾时 连主席再次表达了应尽其所能 一步一脚印 为人民生活幸福和民族兴盛而不断努力的心愿 我们福建乡亲为连主席的民族大义和博大胸襟深感敬佩 黄小金说 此次来台交流访问 从台北一路南下 所到之处台湾乡亲都以亲情相情友情相待 充分体会到宁台亲缘不可替代无法割断 福建正抓住机遇 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并把平潭岛开放开发作为宁台合作先行先世的重要抓手 我们在台北举行的先行先世论坛上 已经公布了若干优惠政策 现在的关键是重在于做 两岸合作涉及的范围非常广 很多做法可以在海溪这个区域内先世 一家人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他希望连主席继续关心家乡 多回家乡 福建的乡亲们一定努力把家乡建设好 把海溪建设好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为两岸人民的共同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台湾知名人士徐立德 王金平 林峰正 曾永泉 省领导陈化 叶双鱼 苏增天等参加会见 台南是福建先民渡海来台的最早居住地 福建省经贸文化交流团在这里受到了当地乡亲 尤为热情的欢迎 一起来感受一下 昨天上午 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协会 福建省闽台交流协会和台南市各省市同乡会 在台南著名古迹吴源共同举办两宗亲交流和姓氏族谱展 福建宗亲带来117部族谱和六部族谱 引得许多台湾乡亲从各地赶来寻找宗亲对接族谱 省长黄晓晶和省领导陈化 叶双鱼 苏增天等来到现场参加交流 随交流团前来参加宗亲对接活动的每一位成员 都在现场找到自己的同性本家 在自家祖谱前 宿根源续清起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 淮山之水必有其云 一本薄薄的祖谱 连接起海峡东万西岸 割断的心源血缘 慰藉了祖地客地亲人心中永恒的思念 黄晓晶说 这次展览足以表明福建和台湾之间 姓氏中心远远如常 我是希望我们福建更多的乡亲到这里来走动 也希望我们台南的乡亲 台湾的乡亲 更多的到福建去走动 大家经常走动 亲戚要禅来禅往 台南的气候 风光 语言 习俗 信仰都与福建齐齐相似 特别是各种小吃与福建如出一辙 5月9号是星期天 也是母亲戚 台南市天后宫广场前 在地的居民们在这里拜天后 赶其事 贫小吃 黄晓晶一行来到人群中 与当地民众近距离互动 广场边的安平剖客文化场里 几位阿嬷正在忙着包海力 黄晓晶蹲下身来 和阿嬷们一起聊生计 道辛苦 向他们送上母亲节的祝福 今天啊 都是母亲节啊 你们都是母亲的 要向你们表示注意啊 我们今天母亲节给你们大家美好啦 向你们问好 表示感谢啊 好 街对面的老字号陈氏科卷店 时刻满座生意新闻 黄晓晶也买了几个特色小吃 坐下来细细品 就这个了 桌对面坐着的郑晓晶对鼓极下门同安的老公园 见到家乡的省长奋满亲切 黄晓晶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 两岸本身一家人 常来常往的亲友 有机会一定要多回家乡 当天 黄晓晶一行还走访了台湾齐美集团和统一集团 见证了福建企业向齐美集团采购签运一事 就进一步加强与统一集团的项目合作达成共识 来自福建的一侧侧祖谱作为华夏地域特有的文化遗产 昨天也首次在台南开始展出 我们来看看 来自福建九地市的中心联谊会代表 和桃园 台北 彰化 台南等全台各地赶来的乡亲 积极在姓氏源流展板和古旧祖谱前 越说越近 越聊越亲 由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 福建省闽台交流协会 台南市各省市同乡会联媒主办的闽台姓氏祖谱展 将在台南市展出一周 共有来自海峡两岸117部205册旧祖谱 六福祖图 37部64册现代祖谱参展 其中有的是清代的遗存 有的是现代制作 涵盖了闽台两地有着共同渊源的众多姓氏 让来参观的很多台湾乡亲最兴奋的是 展出的祖谱和他们自己在台湾做的祖谱 很多名字和年代都可以一一的对应上来 18四来台 19四是我们的祖先 那么都对得起来 台湾郭市中心会秘书长郭春辉先生 还拿出自己整理的祖谱资料 赠送给来自福建脚美安息的大陆中心 这边里面也都有一些祖谱了 所以我们已经利用这个机会来跟我们 这福建来的这些中心 大家能够相会会清理一下 我想是特别具有意义的这个祖谱长 我再次强调这个历史的传承 对于我们祖先源头的缅怀以及追思 这一块是两岸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中华民族有慎中追远的传统美德 闽台祖谱是两岸久远的文化互动史 和家族发展史的实物见证 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也再次见证了 两岸中心那一份永远都割舍不断的 血脉相连的亲情 昨晚中远之星客户滚装轮 载着339名旅客首次直航高雄 经过了9小时的航行 在今天抵达高雄港 高雄成为了中远之星直航台湾的第三个城市 这也是中远之星既开通了厦门到台中 厦门到基隆常态化客滚直航航线之后的 又一次跨越 福建城有关方面和高雄港务局 在高雄港三号码头 执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海峡两岸各界人士 及首航游客500多人参加活动 在庆祝首航成功仪式上 厦门港务局海舱保税港区管理会 分别和高雄港签订合作意向书 双方将建立交流沟通机制 促进两港间物流合作交流与发展 中远之星属中远集团 厦门远洋玉士公司旗下 是目前海峡两岸之间最大 最豪华的客滚船 也是海峡两岸之间 唯一获得两岸交通主管部门批准的 常态化定期班轮 吨位26847吨 可载600多名旅客 150辆小汽车和256个集装箱飙箱 中远之星于5月10号晚间20点 发败近200名旅客 起航返回厦门 为第一次亮相高雄港画上圆满句号 好 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海峡新干线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台立法机构审议法案 教育部门主管吴清基迟到 绿营民带不满拍桌怒骂 场面火爆 贬家所设二次金改弊案 进入庭审阶段 陈志扁 吴树珍将吕陈志忠夫妇当庭对质 台军营区传出疑似甲型H&E流感群聚感染案例 台卫生部门主管杨志良信息喊话 强调疫情没有扩大迹象 非常大规模的 我想可能性不大 但是这种每个段时间有些群聚是应该可以预期的了 好 欢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台立法机构又上演火爆的场面了 今天台立法机构联席审查大陆学生赴台相关法案 由于台教育部门负责人吴清基请假 引发民进党民带的不满 虽然在绿营民带的抗议下 吴清基最后还是赶到了台立法机构 但是民进党民带还是质疑 国民党为法案护航 当着吴清基的面拍桌弄骂 民进党机民带陈明文记得拍桌停不下来 陈明文一共打了膝下 用力之猛看得出他有多火大 都因为台教育部门负责人吴清基姗姗来迟 台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联席审查 攸关采认大陆学历的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 但台教育部门负责人吴清基请假 引发了民进党籍民带的不满 提案要求吴清基道歉 主席裁定以表决方式决定要不要处理案子 才引发口诀冲突 吴清基在会议开始半小时后赶到委员会 低头道歉 才终于让会议顺利进行 好再带你来关注陈水扁 陈水扁所设二次经改案 今天首度开庭 由于该案是由曾经两度让陈水扁 无保释放的审判长周湛春成审的 因此格外受到外界的关注 那么据透露案件审理过程中 将安排陈志忠夫妻与贬贞两人当庭对质 而针对陈水扁律师提出的 讯问两名海外证人的申请 周湛春也不排除动用海外视频审讯的方式 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来迎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台所为高院首度公开法庭视讯供全民检验 时间间隔四年 北院设立陈水扁的二次经改案 渴望再度动用视讯审案 而且这一次还是海外视讯 针对陈水扁的律师申请 传唤两名海外秘密证人 名单极为保密 但据了解 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瑞士 美林银行的理财专员 除了海外视讯 北院也将排定期庭 传唤陈志忠 黄瑞靖 来结问陈水扁和吴淑珍 这也是首度贬家当庭大对质 二次经改案 是由两度让扁无保释放的周瞻春成审 10号下午首度登场指挥诉讼 到底海外视讯能不能过关 以及定定何时让贬家大对质 都让外界高度关注 关于二次经改弊案的开庭 我们要带您来连线在台北演播室的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建南先生 李先生您好 这次二次经改弊案是由周湛春担任审判长的 我们知道在2008年底扁案第一波审理时 周湛春成审何一庭曾经两度无保开市陈水扁 当时引发了极大的生意 而周湛春也被形容为陈水扁的暗庄 那么现在随着二次经改案的开庭审理 岛内对于周湛春担任审判长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没有错 就像主播讲的周湛春呢 他是一个让人争议的一个法官 那么当然有人说呢 他会偏袒陈水扁 当然也有人说呢 他在上一次呢 这个受到这个舆论的打发呢 那么他这一次呢 绝对不敢再偏袒陈水扁 不过呢 不管怎么怀疑 大家最重要的是从结果去看 那么呢 有法律经验的呢 会从就说 看他 看周湛春检察官呢 他传讯哪些证人 然后再询问证人的方向呢 他是顺藤摸瓜 然后呢 大小通抓呢 还是肢结开花呢 让人家物理抗花呢 弄不清楚 所以呢 真正的观察点呢 就从今天下午开始 那么这七个礼拜 十四场呢 询问证人呢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 那么在您看来 二次经改毕案的审理 对整个扁案的审理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扁 他现在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他是呢 两个诉讼 第一个诉讼就是以前的 就是农潭垢地案 南港展览馆案 然后还有这个科学园区垢地案 另外洗钱案 那后来再加上陈敏勋的 这个一千万贿赂的案子 就整个呢 那是第一批案件 这批案件呢 已经到了高院 我们知道呢 高院呢 在六月中呢 要做出审判 那现在呢 高院呢 把他这个 把陈志炎继续延压呢 是压到呢 那个六月二十二号左右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你现在这个案子 第二批 就是二次经改的案子 那么你要问到六月二十八号 假如说啊 这个原来的案子 在六月二十二号 二十三号 停止拘押了 陈水扁出来了 但是呢 到六月二十八号 这第二批案子 还没有询问证人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 那么检察官会不会在 在这个第一批案 要是要这个准许 停止拘押陈水扁的时候 另外提起就说 就新案生压 就是就第二批的案件 来申请拘押陈水扁 那检察官会不会申请 那周段就会做出 怎么样的决定 那这个时候呢 在台湾呢 会造成呢 怎么样的这个意见分歧呢 这个呢 是在六月呢 可能会是一个 特别会 会当这个法律界人士呢 会注意的一个焦点 好的 谢谢李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甲型H1N1流感 似乎要在台湾卷土重来了 从四月底到五月初 台湾又爆发了多起感染事件 其中台陆军在台中的营区 就传出有45名士兵 疑似感染甲型 H1N1流感 那么对此 台卫生部门负责人 杨志良出面信心喊话 强调疫情 没有扩大的迹象 45名士兵感冒发烧 被送到台中 台军总医院治疗 45人 A型流感 快速筛查后 全部都是阳性反应 院方在随机抽六份检体 送疾管局化验 六人确定都感染 新流感 95%是H1N1 所以说这一批 几乎就是 A型流感的 我们筛检的六位 六位全部都是阳性的H1N1 医师说 感染新流感的士兵 是台中陆军10军团 45名士兵症状减缓之后 10号陆续出院 由营区军医师 继续观察病情 另外 嘉义中坑营区 有17名士兵 流感快筛后 也呈阳性反应 但该营区强调 非新流感病例 权力并没有任何所谓的 A型流感 更不要说新流感 连A型流感 除都没有 然后我们是有部分的流感人员 这人数都在10人以下 虽然台军官兵出现 大规模新流感群聚感染 但台卫生部门负责人 杨志良出面信心喊话 强调疫情没有扩大的迹象 有非常大规模的 我想可能性不大 但是这种 每个段时间 有些群聚是 应该可以预期的 面对新流感 台湾军方不敢大意 台中厚礼营区外 设置了体温测量站 官兵进出全面量体温 温度偏高 就要戴口罩 此外 台军官兵还全面消毒营区 希望能帮忙控制疫情 好 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海峡新感谢 稍后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台湾高铁惊传危险驾驶事件 一名司机开车打瞌睡 让高速行径中的列车 长达13分钟 无人驾驶 对于行动的指令是反应比较迟缓 那么列车长有提醒 台北原山办店首演清凉脱衣物上空秀 尺度大胆 引发争议 下期内容 好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感谢 台湾高铁传出了一起离谱的危险驾驶事件 一名患有睡眠障碍的驾驶 自己乱吃安眠药 居然开车开到睡着 让当时正义每小时295公里速度前进的列车 有13分钟几乎是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 最后竟然靠自动驾驶才紧急停靠 高铁时速295公里的速度下 驾驶却打瞌睡 时间长达13分钟 乘客作何感想 会觉得很可怕吧 就不管是什么交通工具 只要是驾驶员有发生任何的问题 对乘客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状况发生在上个月24号 1148次列车下午4点半从高雄左营发车 半小时后驾驶开始昏睡 即使列车长三分钟之内抵达驾驶舱 下午5点13分才在台中刹车 没有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靠钮 驾驶对于行控的指令是反应比较迟缓 列车长有提醒他 如果无人驾驶只说没有人在里面 那应该是错的 因为确实有人在里面 启动推进器加速前进 高铁驾驶依照路线不同 不时变化按钮 转弯要动一下 进山洞也要调整 因为列车不管是刹车 加速或定速钮 都有链接到警醒装置 台铁则是在脚边附设脚踩警醒 客运业者则是直接在车上装设三只摄像机 防止驾驶打瞌睡 高铁第一时间调查 这名驾驶24号凌晨和一早 分别服了两次安眠药 但执勤前九侧血压都过关 看起来也没有异状 没想到还是在驾驶中睡着 在台中紧急送医 发现疑似安眠药过量 他因为有最近有睡眠的障碍 但是并没有就医整治 闯祸驾驶因此遭到解职 就算高铁对列车安全很有信心 就怕突发状况 全程仰赖行车人员管控 高铁承诺会再加强 有近60年历史的台北云山饭店 为了吸引客源出了猛招 推出脱衣舞表演 这是台湾的高级酒店 首次进行此类的演出 票房卖出了已经超过七成 虽然说这样的清凉表演 吸引了不少眼球 但是还是有很多民众认为 这样的表演很不妥 实在是有色情表演的嫌疑 金发女郎穿着性感火辣 大跳大腿舞 长期在五星级饭店表演的 上空歌舞团 要在5月10号 原汁原味搬上圆山饭店 而且和先前舞者 全身包紧紧不同 这次十名舞者 会有十分钟的上空表演 全长期一小时半的节目 票价分1500和2000新台币 满座400人 目前首周票房 已经卖出大约七成 还有91岁的观众 主要锁定境外游客 相较日本观光客 反映热烈 还组团来看 陆克的反映就有点尴尬 我们对这个 还是不深意这个东西 我说这太保守 还是保守 还是随保守台 不过表演内容 实在太阳眼 业者在今年3月 第一次申请演出时 因为可能涉及猥亵 当时还被打了回票 这次虽然台老委会 核准演出 但也只能先演到5月22号 要看节目内容 有没有死 好了 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 所有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 我们的新浪微博 东南晚报之后 欢迎您继续关注 22点50分 播出的台湾故事会 我是韩哲 明天晚间10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